上一個學費學會炒股票和渦輪 那就要留意我們的股票渦輪傳課班 一個法庭除了教你股票的投資模式 還會有齊渦輪的全套詳細講解 上學就快點你報名 11月13日星期二有晚上新班開課 歡迎網上報名 港股走勢告訴你 今天行指方面早段低開46點 走勢進一步下跌 在10.53分見到今天的最低位 二晚1832點 走勢逐步做好些 曾經試過倒升三點 今天高低波幅177點 行指收市價二晚1944點 下跌了62點 成家方面增加了550億 有人說這些轉角度會否做一些渦輪買賣 做一些撲卵 如果大家不懂渦輪來說 留意這個班 股票渦輪投資傳課班 下星期二 11月13日開課 如果大家報名來說 要做些少 先看圖表 今天大股走勢方面跌了62點 走勢方面來說 其實今天沒力氣 為何說沒力氣 原因是實心體方面比較短小 今天叫做陰竹 因為陰竹來說 收市價低於開市價 今天的收市價來說 251 944點 而開市來說 251 960點 所以今天的收市低於開市 是陰竹 不過實心體只有16點 即是代表沒力氣 現在走勢方面如何預算高低阻力位 高低支持阻力位如何預算 留意這個 這裡 這裡來說我們叫阻力位 阻力位方面 252 150點 22150 支持位預算哪個 預算這個 這裡 這裡為21822點 21822 預算這個陽竹的頂 你說走勢方面 未來後市會怎樣 會不會有個回套 其實看看MACD 先留意一下這裡 MACD方面 留意這個部分 現在來說 這個鼠狀圖 這裡 你發覺下下上下 這裡大概只有三日左右 變化來說 你發覺高低位很少 即是代表力度是不夠的 所以現在來說 在高位方面 我們叫高位 就說累積升幅 已經不少了 在高位方面 有這些情況 是有回套的跡象 所以現在來說 做買賣方面 想進取一些 可以怎樣做 私人做一些窩卵買賣 窩卵來說 可以選一個紅症 可以選一個坡卵 不過現在這個環境來說 選一個坡卵是很少的 因為安全性大些 你說怎樣選一個坡卵 看回這裡 去發行的網站看 這裡我拿了一些恆子的沽卵 成交方面 由大至小的排列 通常我們選窩卵來說 想容易些選擇 有時怎樣 成交量大至小排列 去慢慢作作篩選 日價方面來說 要低些 在槓桿方面 希望大些 人生不復要低些 這些來說 是一些選擇條件 不過今天我想說 恆西價選擇 恆西價來說 我們所說的沽率 要留意下 價外和價內 在沽率方面來說 我們如果說現價 這個部分 如果現價來說 高於恆西價的 這個叫價外 現價這部分 是高於恆西價的 叫價外 如果現價方面 這個價格 即是我們今天的恆西之數 以1944這部分 相對地 是低於這個恆西價 就叫價內 所以在這部分 價內率來說 風險來說 會低些些 即是我們說現價 這個數字 是低於這個恆西價 我們這個叫價內 風險性來說 會略為低些 不過有時怎樣選擇 都會有個考慮意思 如果你看到現在走勢方面 是正在升上去 你想找一些孤氧去做 選一些價內卵 就好些 走勢方面 由下 升上去 你覺得一個走勢 你嘗試想做一個 沽空 做一個看淡 你做這個 在價內方面 是比較好些 安全性多些 如果你說走勢方面 在下跌 你現在吃個勢 想做一個孤氧 選擇這個價外 就好些了 為甚麼呢 這個槓剛性大 走勢在下跌 你選擇價外 價外的意思是這個數字 現價是高於這個行西價 其實很快地 如果你說蝕跌 可能一分鐘 已經很快插下去 低於行西價 這個情況 這個行西價 低一點 這部份也沒甚麼問題 因為蝕跌進去 在這個情況裏面 槓剛可以高一些 所以有時做勢勢買賣 來講 行西價這部份 都要留意到 現在走勢方面 有機會下跌 所以我選擇行西價 就相對地 比這個價格 現價 這個行西價高一些 我們現在 這個現價 21944 我選行西價 選多少 留意要選這個 20304 這個行西價是現馬1400點 21400 這個叫價外 這個20304 在這個情況裏 是怎樣的環境 這個 20304是一個 恆子摩通的孤證 它的期限何時到期 是去到明年13年 3月23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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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價方面 是5.944% 相對同類型渦輪 日價低些 實際槓剛來講 是11.05 這個11.05 都合適 因為有10倍以上 這個行西價方面 是現馬1400點 是價外的孤率來的 如果大家想看大市跌 想進取一些 這個可以是一個考慮的 20304 今天提提你 提下美國經濟指標公佈 在星期四 有一個美國貿易赤字公佈 公佈的數據 是9月份數據 貿易方面 450億美元 上次8月份 442億美元 所以今次的數據 就不太好 大家留意一下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